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指标 那今天是10月4 今天是10月4号 礼拜四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台股开低走低 中坛大跌145点 但是量并没有扣量 只有1097 那当然今天一个所谓下杀 其实很多人是杀得莫名其妙 那其实我们是觉得奇怪 今天为什么是一个所谓超跌 我昨天跟各位讲 之前跟各位讲 10822是一个所谓多跌 那今天最低跌到10707 它属于一个所谓超跌 那发生什么事情 来 我们看一下 三点过后出来的消息 来 因为我们不是高层人物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消息 因为这个美元指数走强 引发市场资金将回流美国 这个还好 重点是在这里 市场传出美国可能在台湾海峡 及南海部分进行军演 对啊 这种 有时候这不是我们能掌控的 对不对 因为其实前天就是有两艘 那个大陆的军舰 跟那个美国军舰在南海的部分 就差一点 差四几公尺就相撞 原来是因为可能跟军演是有关系的 所以今天这个跌下来 它是一个所谓超跌 所以外资跟法人看到这样 他也是会怕 对不对 好 OK 那当然我们来谈谈 今天一个所谓超跌 来 昨天跟各位讲的 今天这是意外盘 昨天我跟各位讲空底是1020 那我在LINE上面修正是10920 好 108 840到10920 那因为今天开盘是开 10826慢慢低的 那变成10840是空底 对不对 那最大集次就是920减840 再减80到760 今天最低的要到707 最高就 高点没有来 但是低点它有破 那主要是今天是整个盘势 整个盘势 因为军演的关系 那造成一个所谓市场上的 一个所谓恐慌 今天受益10718 好 OK 那我们就开始来谈 当然今天下杀的元凶 是台积电 对不对 台积电 今天跌6块 光是台积电 它可能就占了全值 大概50几点 50几点 好 那我们来看台积电 你怎么去看 来 台积电 我没看块 我已经在看 你要注意看 前面的大量KD 这是前面的大量KD 对不对 253.5 这一根 最大量是254 然后再来看 今天最低254 好 这一点金 两点金 三点四点五点 所以台积电 今天会跌 其实台积电是个元凶 因为你杀台积电 跟杀鸿海 杀这两党 鸿海也跌了 1块6 全值是占了十几点 光是这两党 就大概占了大概 六十几点 六几点 好 重点 因为这很重要 我要讲三次 一点金 两点 三点 四点 而且带量带量的部分 带量的部分 所以明天台积电 会遇到一个 所谓的支撑性 因为254跟253.5 了解吗 那它会有一个 所谓的技术性 的一个所谓支撑 那如果台积电 不来乱的话 那当然对台股 它是有利的 那今天呢 跌破10822 来 这我事先跟各位讲的 这个低点高点 低点我都有算出来 对不对 然后这个低点 我在这里10667 就跟各位讲 10988会来 对不对 那最高来到11073 那下沙下来 前面就不用谈 我们当然是在 看未来 好 因为今天这一根 是真的是 消息面的一个 所以影响 我跟各位讲10822 那现在是属于一个 是超跌 那这一根跌下 当然是引发市场的 一个所谓疑虑 那如果是这样 那它会来测 10多少 667 10667这附近 那也就是说 回来 这边是一个所谓多底 这边是一个所谓多底 在技术形态上 来 明天它会形成一个 所谓的 击杀后的 超跌后的 支撑 了解吗 超跌后的支撑 因为为什么 今天散户都抗坏了 对不对 但是下沙下来 并没有做带量 它只是外资 去砍杀台积电 跟鸿海这两档全支股 那我们看一下鸿海 我们看它破了没有 还没有 鸿海我一直跟各位讲 来到75.2帧73这里是多底 之前来到74 它就做一个所谓反弹 对不对 那现在今天来到76块2 再跌下去 这边它会有相对支撑 也就告诉各位台积电 跟鸿海如果再跌下来 会有双技术的一个所谓支撑 一个是苹果供应电台积电 那一个是苹果的代工 那今天又是一个所谓的 坏消息盘 很久没有听到什么军演 才会跌成这种稀里哗啦的 对不对 但是请各位注意 各位们看 道琼创高 NESA在相对高 那我跟各位讲 苹果股价在赖族群 苹果股价 我有跟各位讲 苹果股价创高 已经占上230了 那我之前跟哥哥讲 苹果会到253 这个我不是现在讲的 我很早就算了 就已经预告给各位了 对不对 所以等到这边 当有这种利空出现 军演的利空出现 反而你要站在多方做思考 那昨天给各位的低档出量股 低档出量股三档 对不对 有环科 还有一档是双红 还有一档 因为我的记录已经消掉了 对不对 好像是4915吧 昨天给各位的 好来 24 来 看这个比较清楚了 因为我记录已经消掉了 你参加赖族群 我给各位这个东西 来 昨天给各位的 低档出量的股票 有什么 抓昨天的 是不是昨天有 来 自身 有没有 这昨天给各位的 自身 利敦 双红 这前天还是昨天 应该是 今天还没出来 等一下 自身 一样 自身利敦双红 好 还有应该是环科 双红 还有自身 好 这三档 今天几乎 都没什么跌 甚至双红 还小涨 对不对 那2413的环科 还逆市涨 还逆市涨 那我一直跟各位讲 来 那今天给各位是什么 来 看这里 每天会给各位 低档出量的股票 一千多档 我们选出来是什么 环科持续 对不对 2413 昨天给各位是环科 好 那注意看 同心电 双红 这杨宁 同心电之前 就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是不是在这里跟各位讲 今天在这里 这是在低档 那今天的同心电呢 今天逆市涨 六毛 大盘今天跌145点 那重点呢 我是在这里跟各位讲的 这我尊荣会员买的 是不是在这里 那为什么在这里讲 事先算出来 多底 对不对 92到83这边 他都可以买 最低的要77 那这一根低档出量 我在这一天在节目上 直接跟各位讲 925号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在8384 最高涨到100块 大盘并不是很好 但是它涨得蛮多的 好 同样的 看这一档双红 是在这里跟各位介绍的 前天跟各位介绍 它还是在这个位置 3324双红 那它是所谓散热模组 它跟操纵 都一样是散热双雄 但是它的股价比较低 股价比较低 好 再来这一档 环科是昨天跟各位讲的 对不对 这里是高档 2413的环科是高档 昨天跟各位讲的 你参加赖族群上面 我都跟各位讲的 一清二楚 一千多档 每天会给各位三档 对不对 今天的环科 涨上来 那明天已经跟各位讲了 同心店继续 然后2413环科 昨天跟各位讲的 3324双红 前天跟各位讲的 3504的杨明光 这里跟各位讲的 像是小套 没关系 因为昨天是一个所谓大跌盘 那它还是在相对一个所谓的低点 甚至我跟各位讲 有一些 这个都是我参加赖族群里面 我给各位的 那我参加赖族 你参加赖族群 我每天会给各位 高低转折点 来 今天我看出来没有 今天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po出来 还没有po出来 你细心等会给各位 你细心等会给各位 好 OK 同样的 我一直跟各位讲 苹果股价创高 Nexter再相对高 对不对 然后苹果股价有很多的 拍个头咖 你看3019 亚光我一直跟各位讲 在相对低档 4915的自身 在这里跟各位讲 你做股票就是买在相对低档就好 6456 GIS在相对低档 你看GIS今天也是逆市场 3019亚光今天也是逆市场 都是在低档 那这种就是低档 有人慢慢在做吃货的动作 那自身是一个所谓的小跌 2313的滑通 一个是小跌 对不对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所以我跟各位讲 昨天我跟各位讲说 我慢慢看好被动元件 但是被动元件 我绝对不会看好国具 我会慢慢我会看好华星科 那之前华星科 在这里 这里都没看到 我跟各位讲490对不对 那我在节目上就跟各位讲 破一字头 就是看到一字头 现在是二字头 破了二字头以后 就看到一字头 你就开始要尝试 站在多方 了解吗 那种事先预算 我跟各位讲 现在苹概股 正式押回整理跌势 苹果股价在创高 那你跟我讲苹概股 现在在破线 那对你来讲是不是个好时机 我们不会去买 现在在涨或涨一大段 包括被动元件 那我就注意华星科 对不对 那矽晶元的话有四五党 那我当然是 会比较注意合金 合金 因为我不喜欢去买环球金 环球金筹码也是乱 合金或是中美金 矽晶元这个很高的时候 我都跟各位讲了 被动元件很高跟各位讲 那现在被动元件的华星 压回那种破了二字头 我就要注意了 那合金 合金 那开始要注意它的买点 中美金 今天它也是逆市涨 所以这种股票 之前跌了一段了 现在主力做手的压回整理碟字 它会买 那种事先预算的技术 哪里可以学得到 来 这个礼拜六 座位有现今早报名 那尤其你是我赖族群的 你参加我赖族群 对不对 我每天给各位 加权明日的三观价 双观价趋势转折 那你有看到那个数字 但是你不会用 那欢迎你到我三观价先修班 来学 我会告诉你 它怎么去用法 怎么去用法 因为你只看到数字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去做应用 那标股起工模式 像627这种 同性电带低档 就跟各位讲了 对不对 那短线低买高卖技术 还有如何事先预算 短中长线指数的一个数的部分 当然在我的三观价先修班 我会教你排子级的 那座位有限 尽早报名 那如果要直接跟着 我们做操作的 我也跟各位讲 今天入会的 那一对一 我跟你单独教学 就这么简单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现场 再跟各位继续谈 好 今天入会一对一单独教学 那我亲自教学一对一 那我会教到你会 你只要会 简单的数学 会按计算器 我会告诉你 怎么去抓 你如果事先预算指数跟个股 短中长线的高低转得点 对你一辈子非常有用 或是要去我的 这个礼拜六的三观价先修班 都请播 023898689 02389868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2389868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是要消极地等待机会 还是要积极地创造获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您启动制胜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咨询这线 0223898689 0223898689 欢迎回到现场 我赖族群里面很多投资朋友问我说 老师你这波的一个 所以每次的高低点就刷住 那你这波的上来 你昨天有教我们去算 高点是在1075 对不对 那它的低点在什么地方 那以它破了这个10882 回挡0.68的位置 它告诉你 好 这个点会来 好 这个点 那这个点 你要站在多方做思考一下 那你认为跌下去会很多吗 不会 不会 所以当跌下来的时候 它反而是做一个水利洗盘 为什么 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大盘这样跌下来 它其实下沙 它并没有做一个代量的动作 那你注意 台积电它是一个所谓重点 1点金 2点金 这大量 大量KD 253.5 254 对不对 这个是颈线的位置 那来到这边 如果台积电不再做下跌 它有稳定军薪的一个作用 了解吗 那你再看2317 鸿海 对不对 之前来到这多地区 75.2 碰到以后 来到74.8 它就做一个所谓反弹 那这两三天做一个所谓的回档做修正 因为反而上来碰前面 来到这边 是不是前面这里一个所谓的 NECUTIE 警线 那来到这套牢区 第一次碰触 它会先做压回 再打回一次 那打回一次 那第二次它就会攻 真的 如果再回来 这多地区这附近 这多地区这附近 那你就不要悲观 那台积电已经差不多了 那有一些 在低档股票已经不再跌了 平概股 你看 亚光 对不对 这是所谓的 你看在这附近 其实它都没有什么量 在低档 其实它都没什么量 代表该杀的也杀的差不多了 对不对 GIS 最后盘你注意看 最后盘 拉伸上来 344张 你看到133跟133.5 你才下单 结果成交134 是前一盘 外盘价的上一档 代表这是买单 这300多张 它绝对不是散户 那你看它是不是在低档 GIS是不是在低档 那GIS我之前怎么跟哥讲 我是不是在这里跟哥讲 我在低档有买 那在低档 赏物它是不会想买的 所以你如果事先去算到 老师这个低档怎么去算的 起码你不会奔到在这里买 在这里买 那下来 你200多 其实是227 你看如果来到132 到116 这边是多底 这强烈的多底 那来到这个多底跟强烈的多底 你GIS是不是站在多方 200 220 230 一堆人敢买 但是呢 砍了一半的 反而不敢买 听懂我的意思吗 产物这里和你勇敢的买进 这里你反而不敢买 其实你这种操作错误的 重点是 你要懂得会算 会算 那这哪里可以学得到 那当然 你到我三官家先学班 节目上我不能预告台子 因为金管会规定 台子你也不能去预告 也不能讲 讲你怎么做怎么做 那个都不能讲的 因为他可以做交易 但是在我三官家先修班 我会教你 如何事先做预算台子 那参加赖族群的很多告诉我 老师你每天给我们三官家 参加官家趋势转转 那怎么用 欢迎你来听 那标股的一个所谓起工模式 你比如讲 我们在做股票是在低档 低档买 那同兴电 是不是在这跟各位讲 就25号的时候 这里开始涨了没有 没有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算得出来 这是怎么去抓的 对不对 然后从83四块 它涨到100块 那现在趋势还是偏多未变 那同兴电这里是高等还是低档 低档嘛 3019 现在没有人会讲 平概股 这里是低档还是高档 4915 自身这里是低档还是高档 对不对 2313 华通这里是高档还是低档 6456 GS这里是高档还是低档 低档嘛 那华星科今天蓄跌对不对 破200块 那我就会开始注意买点 我在490的时候就跟各位讲了 那这怎么去算的 可以到我三官家先修班 那座位有限紧早报名 那直接跟着我们做操作的 今天入会 一对一教学 我亲自教你怎么算 一对一 因为我在教会你就这样 你相信我 我就是把你教到变高手 那不需要你付很大的费用 但是你一辈子受用 机会难得 要去我这个礼拜六先修班 或者是直接要入会 想要我亲自一对一教学的 都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 这是明天的高低转折 那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 书哥明天操板顺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